開始 好 人工跟自然其實已經混在一起了 但是你如果強調自然實力的話 說實在的2012年後常不是自然實力 它是人工 因為它早就被破壞掉了 你知道嗎 它是那個過防部 那時候可能要為了蓄水 或者是說其他用品而營造出來 那為什麼它的生物會很多 因為管制 你只要管制人進不去的話 那個生物動作性自然就不高了 可是說實在它是人工師弟 不是自然師弟 那但是你說師弟它是不是師弟 人工師弟也是師弟 所以怎麼說都OK 所以那時候馬總統說它不是師弟的意思是說 它不是自然師弟 是這樣嗎 我認為它是這個意思 但是我不知道它真正用意是什麼 因為我不是他 所以後來就是這個人工師弟也是師弟的這樣的一個說法 就是把它推翻了 是這樣嗎 把它推翻 沒有其實我會採取的定義會比較寬觀 就是說我的師弟 人工也會算是在我的 在一般人的認知裡 因為你如果根據Ramsa的定義的話 Ramsa就是那個 那個全球最大的那個師弟的那個保育團體 他Ramsa 對 他也把能工師弟也是貴在他的師弟的保育的範圍內 所以也沒有錯 所以也沒有錯 也沒有錯 OK 好 這個我從來就要過 好 所以這個就是我剛才講的 就是說我們如果要去品嘗它 大概就要不然 用面積等等 好 我們需要睡醒嗎 會不會很累啊 還可以啦 繼續喔 好 我們就繼續 好 那 所以現在就是說 到底生態補償的方式是什麼 我們就必須要去算 面積比較容易 我們今天開發一百公頃 就是把一百公頃 也很簡單 可是生態功能 我們如何去補償 我們如何去補償 那我直接就跳到這裡來 好 好 那麼 我們在補償面積的時候 其實不會是只有補償的補償 為什麼 因為我們記得我剛才所講的 我們今天要補償 他如果說這個開發單位 我們要認定他必須要補償 我們一定要讓他什麼樣 更好 更好 那更好的話 一個比較簡單的做法就是什麼 而且在國外已經都確實在實行 尤其是很多地方 澳洲也是 歐洲也是 他就是什麼 比如說你今天開發一百個單位 我就是補償 我就要你補償兩百個單位 一百公頃已經補償兩百公頃 類似像這樣子的 也就是說我讓面積更大 好 那麼可是我們怎麼決定說 應該可以多大的面積 第一個 我們要考慮的選值的原則 你最好是同性質的 最好是同性質的 那再來什麼 最好是在同一個區域內的 而且什麼 面積至少跟雨對破壞者相等 或更大 那麼營造時間也要比開發時間更長 所以這個我剛才有講過了 好那麼這個面積要多大呢 好 美國的做法是怎樣 你看 你看他有的時候要求到4.5倍 柏爾里達州可以要求到5倍 那台灣呢 我們現在建議是4倍 因為台灣面積就是這麼小而已 我想你不要要求到4.5倍 好 那麼 這邊有一些參考 在馬里蘭中 什麼狀況會要求的倍數會高一點 你可以看到 如果是只有停水植物的話 就是1倍就可以了 可是如果是灌木蟲 你看喔 這個從停水植物到灌木蟲 表示這個 生態系統越來越重要 越來越複雜了 好 他就必須2倍 那森林的話也是2倍 然後呢 有一些 特別保護區 特別保護區 你看他就要3倍 3倍的這個比例 你要插間 好 謝謝 好 那 所以我基本上回歸呢 簡單幾點 你可以看到 比較低價值 比如說像什麼獨立的這個淡水的沼澤 沒有直升的溪流 溪流就是上面沒有長什麼植物的水 那麼1比1就可以了 好 那麼他價值稍微高一點的就是2比1 高價值的 比如說稀有的地方 獨特的地方 河口這個地方 那就3比1 那如果就這邊有一些特殊物種的話 那麼他就是5比1 所以我們基本上會follow這個原則 我們會來定 好 那這個是整個現在台灣勢力的現況 總共有發射了處 你看 這其實你要加一加面積 你看 大概1.5% 所以我們其實還有一些濕地沒有包括進來 那另外一個 如果說包括海邊的這個6公尺以內的話 那這個面積這個比例可以再高一點 可以再高一點 好 那 好 所以我們現在有兩個濕地 一個兩個 兩處國際 國際級的 然後 這個是國際級的 那其他這個 這個藻礁不算嗎 沒有 藻礁還沒有在裡面 沒有 為什麼藻礁沒有在裡面 因為 有一些爭議 對不對 這個你問他很清楚 好 好 所以這是國家級的 好 那麼 這個是其他國家級的 然後這是地板級的 好 所以我們現在建議的是不同類型的話 人工師弟 我們就是1比1 好 如果是天然師弟 或淨天然的師弟 好 那麼比如說他有寶玉類的生物啊 或者是這個有一些珍貴物種的 我們就會建議到兩倍 那如果說他有一些這個代表性稀少 或獨特的 像這一類的 比如說他有這個一級寶玉類的物種 西地或有這個 或者是某些動 呃 動植物他們在這個西地 他是一個生命中期很關鍵的一個 比如說他小時候要住在這裡 那如果說你把這個氣地破壞掉了 他就沒有 又是沒有地方住了 那這個就很重要 或者是你看他一般狀況是這樣 他的這個水鳥的數量可以到兩萬隻以上 哦 那麼或者是說 他這個所有的些 比如說黑麵皮鹿 我現在大概全世界有兩千隻 對不對 我發現我在這個地方 有百分之一 有二十隻以上 好 那麼他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行李 哦 那麼你就要三倍或四倍 哦 所以我們現在大概會朝這個方向來 這個 呃 就是面積的比例 哦 好 面積比較容易解決 可是生態功能就比較大 我問各位什麼叫做生態功能 阿爾也知道嗎 什麼叫生態功能 好想服務的功能 隨便 對 在你的認知什麼叫生態功能 我看多少人能夠幾大 各什麼 這是其中一個 這是其中一個 還有一個就是 他可以過濾選擇的 這是第二個 還有 還有 你都用休閒娛樂啊 OK 哈哈哈 對啊 所以你看你都越想越多了 對不對 哦 你都經濟過濾了 對 好 很多這些都是生態功能 但是 你現在講的是比較偏重在生態系 服務 他提供給我們的服務 一定要有功能 才會有服務 了解我意思嗎 您剛才所說的生物多樣性 這是功能 沒錯 因為有生物多樣性 所以它可以提供給我們經濟作物啊 它可以提供給我們糧食啊 或者是一些 或者是什麼 淨水的功能 淨水的服務 淨水的服務 因為它有微生物嘛 在那邊作用嘛 有藻類吸收營養嘛 對不對 所以可以把水 把它過濾乾淨了 然後水流給我們乾淨的水 這個就是服務 所以一定要有功能 才會有服務 好 我們怎麼去測量這個功能 我們怎麼去測量這個功能 這個就是變成一個很重要的 監測的標準 對不對 也就是說 我剛才所講的 你要確保你心裂所 骨髒的師弟 富裕的師弟 和有相同的生態功能 你的師標是什麼 我們選了一些 比較能夠做得到的 比較 一個是水質 你先看它的水就好 它只有怎麼樣 它只有穩定的水跟水質 不能有污渣 你只要有污渣的話 那個生態就完了 所以水是一個判斷的標準 我們一定要維持它的水 乾淨 水量不夠 第二個 碳代謝 什麼叫做碳代謝 什麼叫碳代謝 碳就是二氧化碳 和碳 如果一個自然的濕地 有植物的話 就會吸收二氧化碳 管會有作用 對不對 然後釋放出氧出來 所以吸收二氧化碳 這是它的功能 可是吸收二氧化碳 對我們提供的服務是什麼 維持人 進化空氣 減緩輪式效應 對不對 它可以把空氣裡面 二氧化碳濃度 降低 對不對 調節 所以你看 它只光光這個吸收 二氧化碳這個光合作用 它就可以給我們這麼多的服務了喔 然後還不止喔 它吸收二氧化碳 它還會什麼 施放氧 你呼吸要不要用氧 如果沒有植物的話 根本 你就沒有氧了 對不對 所以它只是一個光合作用的動作 它就可以什麼樣 吸收二氧化碳 施放氧出來 然後咧 它因為為了要做這個光合作用 它 它要吸收其他的營養 進化水質就來了 所以我們其實只要兩個東西 碳代謝 我們就可以知道 喔 它今天碳代謝正常 那表示它功能正常 OK 再來 我們剛才所講的 生物多氧性 因為它可以提供生物氣力 所以我們其實只要去知道說 這裡面的生物多不多 它有沒有特有種 保育類 有種 喔 那麼它的多氧性指數怎麼樣 喔 就是它的複雜程度 大概知道 這其中有一個是外來種 外來種 在這裡 並不是功能 而是 告訴我們一個什麼 警訊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外來種出現 表示人外的感染太大 喔 那其力的病之 可能受到一些影響 喔 所以它是一個指標 告訴我們受到其他的影響 那再來 社會經濟功呢 喔 那這個部分 當然就是說 比如說幾公多少這個 農產品啊 漁獲啊 像這類的喔 那麼這個可能跟周遭的社區 有很重要的連結 喔 所以這個部分 喔 是文化上面的 喔 跟這個 當地的生產 這個產業方面的 喔 一個這個重要的連結 那這個部分 我們也必須要把它考量進去 喔 好 所以 我們如何去評估 喔 這個我想我就跳過 喔 這個比較 去速度一點 喔 我們過去做了非常多 包括那個大鳥皮 人工實力 你知道在哪裡嗎 大漢溪 沿岸 你不是坐高鐵或台鐵 只要出了那個隧道上來 讓你合了兩個 那個就是大漢溪嘛 你兩邊看 那個就是一整個 全部都是人工實力 喔 那那個就是在 為了要處理一些 那個高度的 就很方便 好 所以我們在那邊 做一些研究 我想這個我們就挑過好了 我直接到 我們去量化 一個輸病的 經濟價值 喔 經濟價值 好 那 呃 我們要點換